请听长篇小说 首席衣冠 原著谢荣鹏 演播阿陈 第二天是星期天 没有课 早上起床之后 何向东和师伟就表示 今天要回主经办看看 张文琪则是要去医院 洗漱完毕 宿舍里就只剩下了曾毅一个人 去食堂吃了早饭 曾毅也没有什么事 就信部迈出党校 到前面的颐和园买了张门票 悠悠然进去参观 光绪十八年 慈禧太后动用筹措的海军军费 为自己专门修建了这么一座 萧夏的皇家别院 不过很快就迎来了灭国之祸 当时的皇家园林 如今已成了京城百姓和外地游客 参观游玩的好去处 现在虽然天气寒冷 但走进颐和园 里面的游人却并不少 还有附近的市民 在里面遛着鸟 唱着戏 打得太急 毫不惬意 曾毅也没看地图 就凭着感觉往前走 过了协区园 看到前面围了不少人 像是发生了什么事 有人在喊着打110 有人喊着打120 曾毅就快步走了上去 走到人群跟前 曾毅就看清楚了情况 原来前面路边有位老人跌倒了 手捂着心脏的位置 因为面部朝下 因此也看不到表情 周围站了十几位游人 正在议论纷纷 一个说 这老爷子是怎么了呀 哦 刚才我走到他后面 就看到他直听停倒下去了 吓了我一跳 这不会是突然犯病了吧 哎呀 我看还是打120吧 对对对 打电话叫救护车 咱们不是大夫 也帮不上忙 能帮的就是打电话叫救护车了 曾毅就急忙拨开人群 让一让 请让一让 我是医生 让我过去 人群已听立刻分出一条通道 看着曾毅走了上去 心说 这小伙子心肠真不错呀 曾毅几步 就到了那位跌倒在地的老人旁边 然后蹲下身子搭了个脉 顺便观察着老人的姿态和表情 事情紧急 只是十多秒的时间 曾毅就基本有了判断 这是心梗发作 这位老人大概有70多岁 根据曾毅的经验 一般这么个年纪的人 有这样的毛病 都不会是偶然发作的 肯定平时时有发生 身上也一定会带着急救的药 当下曾毅二话不说 把自己的外套一脱 扑在地上 然后伸手把这老者翻了过来 现在天寒地冻的 就算这心梗要不了命 地上的寒气 也会让心梗顿时严重很多倍 所以保持病人的体温非常重要 曾毅在急救方面并不是新手 虽然这属于是突发事件 但曾毅处理起来 依旧是一板一眼 面面俱到 他把手伸进老人的上衣口袋 果然曾毅就摸到了两个小药瓶 拿出来一看 一个是硝酸甘油 一个是速效救心丸 看来这位老人平时心脏的问题很大 曾毅立刻倒出一粒硝酸甘油 以及七八粒速效救心丸 然后塞进老人嘴里 让他喊话 曾毅在党校学习 不可能随身带着药箱出门 心说这个时候要是再让病人服下一点射香 效果可能会更好一点 可惜自己什么也没带 也只能这样了 还好这位病人自己随身背着速效救心丸 放下药瓶 曾毅伸手一拉 就把绕在自己手指上的梅花金针给抽了出来 刷的一抖 这金针顿时变得笔直 旁边的人就发出一声惊呼 哎呀 看来这小伙子真是医生啊 随身都带着针灸的家伙呢 曾毅突然变出这么一根金针来 还是让大家觉得很惊奇 另一个说 这老爷子运气好 今天碰着好大夫了 曾毅并不理会周围人的说法 立刻失真 重刺老人鼻尖正中央的血位 联系四五下之后 一滴黑血滚了下来 曾毅又用同样的手法 重刺老人左手中指指尖的中冲穴 同样是重刺了四五下 看着黑血猪蹦了出来 此时突然有人问道 要帮忙吗 带着一种淡淡的香气 一位二十岁出头的姑娘 就蹲在了曾毅的旁边 曾毅侧头一看 心中有些意外 这位姑娘不是别人 正是自己在芝春省见过的那位混江湖的高个美女 这姑娘想帮忙 又不知道从何处下手 正焦急的看着曾毅 救人要紧 曾毅也不多说 就说道 打急救电话 告诉患者是新肯患者发作 让他们做好急救准备 另外找避寒的东西 帮病人保持体温 这美女一听 毫不犹豫 就把自己身上那件价值不菲的雕容大衣给脱了下来 然后盖在了老人的身上 她毫不介意会因此弄脏自己的衣服 这姑娘里面只穿了件薄薄的白色毛衣 紧紧贴着身体 好身材一览无余 她缩了缩脖子 一边搓着自己发冷的胳膊 一边开始打电话 口齿十分凌厉 三言两语 就把事情讲了个明白 然后就等着急救车的到来了 而曾毅 此时正凝神用金针 针着老人左手手腕下的内观穴 跟刚才的重刺不同 这次用的是提差连转的手法 速度并不快 只是动作一直不停 这美女也不敢去打搅曾毅的行针 就蹲在曾毅的旁边 看着全神贯注的曾毅进行施救 就这样轻轻碾针 大概有三分钟的时间 就看到老人的神色明显轻松了下来 本来仅仅捂在胸口的大手 也慢慢松开了 看来最危险的时刻已经过了 一直关注老人变化的这位美女 轻轻喊了两声 神色间颇为喜悦 浑然忘了自己正在挨动 有下了 有下了 旁边围观的人 神色也轻松了很多 纷纷议论说 哎呀 真是意高人胆大呀 这个小伙子手底下有真功夫呀 嗯 神医 绝对是神医呀 这小伙子这么年轻 也不知道是打哪学的医书啊 在哪上班呢 以后生病找他 肯定没错 就是啊 你看那老爷子 刚才脸色轻子 面目猙獰 看着都快不行了 没想到就这么扎了几下 就好多了呀 曾医不为所动 继续撵动着手里的金针 又过了两分钟 那老人常常呼出一口气 眼皮也微微颤动了起来 曾医也是长出了一口气 神色也稍稍松缓 还好啊 这发作的劲头 终于让自己给缓过去了 现在就等救护车来了 曾医手边没药 也无法进行下一步的治疗 那美女就在曾医肩膀上 大力一拍说道 雷锋说 你真行啊 这曾医就瞪了他一眼 自己的针还没来得及收呢 幸亏自己蹲得稳 要不然被这么猛然一拍 就得岔了针 那姑娘也意识到 一高兴就忘行了 吐了吐舌头 赶紧把头扭到一边 她觉得曾医在瞪人的时候 那眼神威猛至极 很是害人 叫人不敢对视 曾医收了针 俯身又看了看老人的神色 发现他的面色已经大为缓和 不像刚才那样轻子吓人 这才放了心 从地上缓缓站起来 然后打亮着这位老人的衣着神色 这位老人跟顾一生有点像 都是一副老派知识分子的打本 洗了有些发白的老式中山装 外面照了一件深蓝色的泥子大衣 一顶深蓝色的帽子 此时就落在旁边一米远的地方 曾医过去 弯腰捡起那顶帽子 拍了拍灰 又给老人家戴上 这个时候 人群外面发出一阵激促的呼喊 让一让 让一让 一名中年男子拨开人群 就冲了进来 胳膊下加了一个皮包 手里还提着个鸟笼子 能看清楚躺在地上的老人 这位中年男子手里的鸟笼子 立刻就掉在了地上 然后一下子扑上前来 急促的喊着 虚老虚老 说话的同时 就伸手去摸那位老人的口袋 估计跟曾医一样 也是去找急救的药 曾医就拦住他 你是这位老人的家属吧 请赶紧联系医院 送他去急救室观察 他这是心梗发作 我已经给他服过药了 不要动他 让他就这么平躺着 这位中年男子 这才定住些神来 赶紧拉开皮包 掏出手机 拨了一个号码 老张 老张 马上以最可的速度赶过来 徐老的心脏病犯了 就在贤医院前面 放下电话 中年男子又拨了另一个号码 张主任 徐老的心脏病犯了 请马上做好急救准备 我这就送徐老过去 等放下第二个电话 中年男子想了想 又开始拨第三个号码 走到一边 压低了声音 讲了几句 然后又匆匆返回 蹲下身子守着那位老人 就在此时 远处传来救护车的声音 不到两分钟 一辆救护车飞速抵达现场 车没停稳 里面的急救人员就冲了下来 直奔地上的老人 曾毅看了一眼 发现这辆救护车 竟然是来自京城医院的 心说 京城医院距离这里可不近呢 怎么会比距离近的医院 还先到达现场了呢 急救人员非常专业 很麻利地把老人扶上单架床 中年男子帮着一起 把老人送上救护车 然后就急急慌慌地 跳了上去 催促司机赶紧开车 前后不到一分钟 救护车就跑得没了影子 这时候 那位美女 把自己的雕容大衣 已经穿好了 拍了拍灰 嘴角一撇又说道 雷锋说 别看了 人家可顾不上向你道谢的 曾毅淡淡地摇了摇头 自己也不是图着一句感谢 才去救人的 刚才情况那么紧急 对方就是忘得道谢 那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不必较真 曾毅 伸手去捞自己 铺在地上的外套 手一提 就听 巴搭一声轻响 一支钢笔 掉在了地上 这支笔 看起来有些年头了 曾毅顺手 就给捡了起来 心说 这大概是那位老人掉的吧 也好 自己就先收着吧 全当是急救费了 这时候 那姑娘忽然说道 哎 这鸟不错呀 这姑娘又发现了新鲜事 对方走的时候 竟然把鸟笼子也给忘了 他笑呵呵地提起鸟笼子 乐嘶嘶的冲里面那只受惊的翠鸟 吹着口哨 曾毅对这个来历不明的姑娘心里不怎么愿意打交道 他只是悟了一声 然后就转身准备走人 走了两步 就看到那姑娘三步两跳地跟了上来 往曾毅身边使劲一靠 恰皮地问道 雷锋说 咱们两个挺有缘分的 曾毅不置可否 继续往前走 这女孩又说道 雷锋说 你真酷 他竖起个大拇指使劲晃了两晃 丝毫不对曾毅的冷漠而感到生气 我就喜欢你这酷酷的样子 帅呆了 曾毅真是无语了 这都什么跟什么呀 他就站定了脚步 你到底想说什么 啊 你等一下 这姑娘低头要去翻包 发现手里的鸟笼子有些碍事 他就往曾毅面前移地 雷锋说 拿着 曾毅没动 这姑娘也不客气 直接就把他塞到了曾毅怀里 搞得曾毅不提着 也得提着 这姑娘打开自己的胯包 在里面翻了翻 拿出一张条子 然后一乐 对了 就是他了 说着 这姑娘就把这条子递到了曾毅的面前 没等曾毅伸手去接 他又直接塞到了曾毅的上衣口袋里 然后很潇洒地在曾毅口袋上拍了拍 倒像是在凯游的意思 他一副嬉笑的表情说道 雷锋说 咱们的欠账可两清了 我今天还遇了人谈生意呢 先走一步了 改天约你喝茶呀 扔下这句话 这女孩跳跃着就往前走了 走出十几步 回头又冲曾毅一笑 然后抬手在空中抓了两下 翻身偏然离去 曾毅赶紧伸手去摸自己的口袋 刚才那姑娘抬手做再见的手势时 手里可还有别的东西呢 一摸之下 曾毅就无奈了 没想到自己这个老江湖 今天竟然也栽了跟头 那姑娘趁着往自己口袋里塞条子的时候 顺手牵羊 把自己的名片也给顺走了 难怪会说改天喝茶呢 只不过是一张名片 曾毅也就懒得追究 他拿出那女孩塞进自己口袋的条子 打开 却发现是一张捐款凭证 捐款额度是500块 捐款人是雷锋书 而提供这张捐款凭证的 竟然是南云医学慈善基金 南云医学慈善基金的捐款凭证 曾毅可是再熟悉不过了 这张凭证绝对是真的 看着那姑娘消失的方向 即便是见过很多人和事的增益 也摸不清这个女孩的底细 完全就是个谜呀 看看手里的鸟笼子 曾毅也没兴致再逛颐和园了 于是给张杰雄打了个电话 得知翟老爷子在家里闲着 于是就朝玉泉山的方向走了过去 打算到翟老那儿去下棋 进门之后 翟老一眼就看见曾毅手里的鸟笼子 爽声笑道 我看党校的学习就是装模作样 这都闲的 养起鸟来了 曾毅把鸟笼子一提 黑黑笑道 这是在山底下捡的 不知道谁丢的 翟老一伸手 来给我品鉴品鉴 翟老可是玩鸟的大行家 觉得这只鸟品色不错 曾毅把鸟笼子递给翟老 就朝客厅里的另外一个人打着招呼 夏叔最近都好吧 夏叔就是笑笑的父亲夏颜冰 他如今调到京城的军总医院 今天休息 夏颜冰夫妇到宅家来拜访老爷子 顺便也看看自己的闺女 夏颜冰在宅家还是有些拘谨 说话都变得异常简洁了 他就说都好都好 曾毅就脱了外套搭在胳膊上 然后站在翟老的身边 凑近了看看翟老在逗那只鸟 一边问道 翟老这鸟还行 翟老微微点头 嗯还行品相口条都不错 就是调教的差了一些 不过还能补救 曾毅就笑了笑 那我今天捡到他 可就是他的造化了 到了翟老手里 他就是遇到伯乐了 翟老哈哈一笑 嘿得了 先放我这吧 我调教调教 说完翟老一抬手 旁边的张杰雄 就把鸟笼子给提走了 到阳台 跟翟老的其他几个鸟笼子 都挂到一块去了 翟老见曾毅还站着 就招呼他 坐 然后拿起茶杯 喝了一口 问道 在党校学习怎么样 有什么体会啊 曾毅就笑着说 说实话 之前接到通知的时候 我心里还不怎么乐意 觉得在党校 怕是学不到什么东西 现在上了一周的课 反倒觉得 能够有这个学习机会 很庆幸啊 党校的课程非常实用 而且请的老师 也都很有水平 这几天 我可是开拓了不少眼界 翟老微微点头 似乎是不经意的问道 中央党校的校长 现在是延续东同志吧 曾毅稍微一愣 随即淡淡的笑了笑 在开学典礼上 我坐在最后一排 只是老远看了延校长一眼 翟老的岁数是大了 可就算再怎么老糊涂 也不可能不知道 党校的校长是谁啊 他这是在变相的 问曾毅 对延续东的看法 只是 这就涉及了 很高层的政治 对于这个问题 根本不是曾毅 能够回答的 也不能轻易回答 再者说了 曾毅 跟延续东之间 没有任何的交集 熟悉 就更谈不上了 也不可能 会有什么看法 见曾毅把问题给推开了 翟老也不追问 当着夏颜兵的面 很多事情也不好谈 他淡淡的笑道 嗯 好好学 是 好好学习 才能天天向上嘛 翟老哈哈一笑 随即测过头 同夏颜兵 接着聊 刚才曾毅没来之前的话题 曾毅就在一旁听着 偶尔被问起 就说一说自己的看法 在翟家吃过午饭 夏颜兵夫妇就要告辞离开 曾毅也跟着告辞 顺便送他们两口子下山 他上午陪翟老下了几盘棋 互有胜负 翟老还要下午再战 曾毅却不下了 翟老是军人出身 天生好斗好胜 现在岁数大了 夏棋只能是当一个消遣活动 夏多了 反而不好 趁着翟老午睡 曾毅就跟着夏颜兵夫妇下了山 临分别的时候 夏颜兵又说 曾毅啊 如今我们也算是在京城定居了 什么时候空了 就到家里来坐坐 要常走动啊 曾毅笑着说 用不了多久 我还要上门向夏叔你 讨杯喜酒喝呢 夏颜兵哈哈一笑 他知道曾毅指的 是自己很快就要做外公的事 当下爽快的说道 那喜酒肯定有啊 都是好酒 你尽管来就是了 而与此同时 京城医院的急救室正严阵以待 病人在第一时间就被送入了急救室 几项检查结果出来之后 专家就快速给出了治疗方案 鉴于病人目前以无痛苦的感觉 心梗状况好转 建议暂不介入手术治疗 转入重症监护室进行观察 以稳定身体各项生理指标为首要目标 等更为详细的检查结果出来后 再进行一次会诊 然后根据病人的要求 看是否有必要进行手术治疗 于是病人又进入了重症监护室 再次服用了硝酸甘油片和塑效救新完后 就在各种仪器的监控下 进行着保守治疗和观察 半个小时后 更为详细的检查结果出来了 京城医院召集了最好的心脑血管方面的专家 进行会诊 顾医生也被紧急接了过来 一同参与会诊 专家组的组长 让人把检查结果发放到每个人手里的同时 也介绍着病人的以往病例 患者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发作了 差不多就在一年前也是在这个时候 患者曾经严重发作过一次 住进医院接受治疗 经过速效药物的治疗后脱离了危险 因为患者本人比较排斥手术治疗 而且年龄比较大 血管的钙化情况比较严重 所以当时也没有冒险进行任何手术方面的治疗 组长说完 立刻有专家提出了看法 我建议还是做一次心脏介入手术 病人这种频繁发作的情况 有必要对血管进行一次大疏通了 否则下一次发作 可能就真的会有生命危险了 而且介入手术的技术目前非常成熟 创伤很小 病人应该可以接受 另一位专家提出了反对意见 刚才已经说了 病人的血管钙化比较严重 这会导致血管壁极其脆弱 任何轻微外力都会破裂 介入手术治疗的风险太大了 我不建议做这个手术 另一位专家拿着手里的报告说道 嗯 我也不建议做介入手术 心脏介入手术主要是用来急救的 现在病人的生命已经脱离危险 我看没有必要再去做这个手术 另一位老专家语重心长的提醒道 主要是风险不可预测 病人的血管壁上附着了大量的栓塞物 进行介入手术时 枕头会从血管行走 会将这些栓色物捅开 栓色物在血管内漂流 势必会把其他地方的血管给堵塞了 这也是非常有可能的 见大部分人不同意手术治疗 组长就转向了顾医生 问道 顾老 您的意见呢 顾医生听了半天 他对西医的东西只是了解而已 但谈不上有什么看法 于是就说 我刚到还没来得及去看病人啊 等看过病人之后 我再说自己的看法吧 从中医的角度来看 我认为还是要进行一些话语通络方面的治本工作 以前我给好几十位老领导也做过这方面的治疗 效果非常明显 有些人的心梗已经有十年都没有再发作过了 组长一听 微微点头 顾医生在老年病领域的治疗水平 那绝对是首屈一指的 丝毫不用怀疑 但就此把治疗权交给中医 组长还是有些不怎么乐意 所以不置可否 转而问道 对于顾老的建议 大家还有什么看法 话音刚落 会诊室的门就被人推开了 一位精神觉硕的老人率先走了过来 个头不高 但气度沉稳 走起来像是一座山 身后还跟着一位五十几岁的中年男子 面色凝重 会诊室里的人立刻都站了起来 向这位老人打着招呼 谁老 然后又赶紧向老人后面的中年男子质疑道 徐部长 您好 长篇小说首席一关 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